就怕有任何爆裂物影响乘客安全 运点在机场内东翻西找 不管是垃圾桶 厕所 那个地方看仔细 就怕错过任何角落 就连假树从旁都仔细翻找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传出来台 机场却收到恐吓讯息 扬言要放炸弹 但这地点却是桃源机场 并不是佩洛西预定要降落的松山机场 2号上午10点多 机场清查旅客电子信箱 发现一封恐吓电子邮件 内容提到希望总统蔡英文 不要让佩洛西来台 否则就要在机场内放三个爆裂物 警方都会高规格的戒备 而北市外勤也有2000名的警力 随时支援突发状况 针对佩洛西来台 台北市警方不敢大意执行红兵勤务 在佩洛西抵台后要确保沿路安全 除了有前倒车跟电后警车护卫车队 连他要下他的军越饭店 下午两年多 一旁也已经准备好停车巨马 要预防乘抗活动 台北市政府站在地方政府立场 当然是要保障所有到台北来的人的安全 他们一定会依照实际的需要来部署警力 所以这个部分 台北市政府不会轻忽任何的需求 佩洛西的人还没抵台 各路人马都已经准备真摆面 但立场难免不同 就怕引发冲突 该怎么从中维持秩序 也考验警方知会 在TV的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